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已知坐標平面上的三點 這三點我是隨便畫的 A這一點它坐標是21 那V這一點它坐標是-32 C這一點坐標是-13 好,而且ABCD為平行四邊形 那個平行四邊形我們都是這樣唸的 ABCD,逆時針這樣唸的 它這個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好,那麼它第一小題 它問這個向量AB都啥 AB就是往這邊 就這一點減這一點 是頂多啥呢 -32 減掉21 就是 OB減OA 就是那個AB AB向量 -3減2的話是 2減1是1 這AB向量 好,然後Bc呢 Bc呢 Bc向量 Bc向量呢 是等於 OC減OB 這個減這個 這個 戶1減戶3 這是2 3減21 Bc向量是21 好,再來呢 它要求低點的坐標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這個向量跟這個向量是相等的嗎 首先它們長度一樣 平行 而且大小一樣 這是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有這個性子 就是那個對邊 它的那個 互相平行 好,那所以呢 DOD減OC 會等於 VA向量 也就是說 這個D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C 就是 OD好了 OD減OCR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VA VA的話 就是這個的 相反 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VA VA 那VA這個相反 等於 等於 AV 戴個5號 這5跟 戶1 好,所以呢 OD OD 這個相反 就是 5 戶1 加多少 加OC OC呢 是等於戶13 戶1 3 所以這樣一加 是4 2 所以低點的坐標呢 是多少呢 是4 4 所以答案是4 2 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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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